隨著超強颱風摩蝶逼近本港 鐵文台會在星期四下午6時20分 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信號 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就說 摩蝶的中心風力超過時速200公里 預計它在登陸前會維持超強颱風的規模 甚至有可能增強 香港本土的風主要偏北風 但到今晚明早就會轉吹東風 同樣的風力也好 如果轉吹東風的話 因為沒有綠武、綠武、黨的關係 我們感覺到風力會大一點 譬如新界就是西貢、大道、一帶 如果市區可能是杏花村 香港的東面那裡一帶 鯉魚門那些地方 風力也應該會大 不過他就形容今次摩蝶應該較為平鋪秩序 因此天氣形勢變化不大 與天夾山竹相比 摩蝶的威脅不是那麼大 明天都是行得慢一點 所以我們就有一點點 如果你對氣象發燒那些人 就覺得很沉悶 等極都未等到風起